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正空管的玩法 那么那个,这台收音机呢 它的那个混屏那个611那个管子没有了 没有了呢,因为我手头也没有,没有呢 我就认识在网上买了,买了以后呢 现在还没有到 本来这个视频不想拍了 但是那一想呢,总会要打理是吧 我们首先要把什么电源线,要把那个给他接好 或者有一些那个,我们表面上现在能看到的 我们先给他处理一下 等着 能通电了 我们撤一下,是不是 他的问题都在哪,管的来了以后 我们再试机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 那么他这个电源线 是吧 他那个现在呢 他已经被剪断了 而且那乱造造的,是吧 他这个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怎么办 我找了个电源线,把它已经系上了 我们去把它换掉 换掉我们怎么换呢 首先 我们找到这个 电源开关 这电源开关 那么现在能看到,是吧 他这个线有个接头 我们这个接头这个就不要了 不要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个 给它劈开 劈开以后,我得烙起来热没热呀 那么 那么维修这个东西就这样 是吧 我们要把所有的器材 它的剩余价值给它砸干 那么这个线它够长,是吧 没有头 那么只是这根线 它那个 有一个头 我们就可以什么 从电源开关这个位置 把这根线给它焊下来 焊下来以后 那它带戏头,它不好看呢 是不是 那么把电源面压器这边 我们也把它焊掉 好了,这就焊掉了 焊掉以后,那这根线呢 我们给它就近 我们把它 够长就行 太长了没有用 烙点烫一下,把头儿烙出来了,是吧 把它刮上锡 刮锡的时候要散点松香 当年现在有很多好的助喊剂,是吧 像汗锡膏啊什么的 但是我习惯用松香了 但是我习惯用松香了 毕竟用了 几十年了,是不是 始终用的是松香 所以这个习惯也改不了了 那么把这根线 我们焊到电源开关上 焊上以后 那么这还有一根线 我们能看到吧 它是接在什么 接在220和110伏转换开关上 我们把这个头儿给它焊下来 哎呀 不是那点松香不好用 它这个面积太大了 这以前人做事啊 他把这个残好几层啊 好几串啊 是吧 那么把这个线焊掉以后 我们电源线进线有两根 是吧 我们把这个 浅的 够长就行 是吧 太长了没有用 在那边乱找找的打开 你把剪断了 剪断以后还是用烙铁 用剥线钱也可以 但在这上面不方便 用烙铁面就是比较方便了 给它缓切一下 是吧 就拽掉了 我们给它挂上锡 汗剪断的时候一定要挂锡啊 你要不挂锡 它容易造成虚汗 或者假汗 是吧 那么 这头儿做好以后 我们汗到什么汗到这个 11220转换开罐上 好了 这就做完了 做完以后 刚才那根线 它有接 有那个什么 有那个接头 那我们怎么办 我用这个没有接头的 是吧 我们 找 剪到够长就可以了 把它搅合一下啊 搅合一下就因为它好看 是吧 是吧 它只好它 贵笼 它 贵笼在一起了 它不乱了就 这线就 它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只是说那样 它规矩一点 有那个刹线捆线 捆线那个 那个刹线的东西更好 捆一下 那就更板着了 但是我们 没有没有用不着 就直接这么 把线搅合一下 也可以 同样我们要把它挂上去 它不愿意上 不愿意上怎么办 我们把松向拿过来 好了 上上了是吧 那我们找个什么 它上面有那个套管是吧 在这根线拆 拆的时候有个套管 我们把它录下来 那这个线呢 我们将来以后 用在比较短的地方 还可以用 是吧 我们把它收起来 等到什么时候 它不能用了 不能用了以后怎么办 我们把它放到一个 收纳盒里 收纳项里 是不是 因为它里面是铜的嘛 追纵以后 把它变成铜 再卖掉 卖掉以后 能换个6G4呢 好嘞 把这管套上 套上以后 我们 我看看啊 往这边转 我们放到这个变压器这个 引出这个端子 拿过来我们的烙铁 这边 这是焊上了 焊上以后 我们把这个套管 套上 防止什么 防止无处垫 是吧 那么这样呢 你看 这个线 搅合在一起 是吧 它就 规矩了不少 规矩了不少 现在呢 基本上 我们明面上 能看到的 基本上就完成了 是吧 我们 搞微修的是 从简单开始 从简单入手 先从表面上能看到的 是吧 入手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可以干什么了 你猜 我们可以给它通用电 通用电试一下 看看它有些管的 亮不亮啊 哎呀 这个小管 当时给拔下来好了 你拔下来哈 怎么给它弄 干挖了你 干饱了 那么当时它这个 就是 冒烟只是这个 有一根线也掉了 我们也把它焊上了 就是我们能看到的 我们首先给它处理好 这个6P比较高 因为当时翻机壳的时候 我给它拔掉了 这个6G4我就没拔 好了把6P插上 插上以后 我们把电源线 你先把烙水拔了 有有有有 这是要干什么呀 受反吗 好嘞 我们可以把电源线插上 插上以后 甚至电源开关 怎么没亮呢 怎么没亮呢 我们等一会儿啊 亮了 现在管子亮了哈 亮了以后因为没接扬生器啊 我们那小万能喇叭拿去了 其实有钱吧 这种情况很危险 因为我们不接扬生器的情况下 很容易烧出出压器 我这小万能喇叭拿去了 我去找找 这个 坏了 没有了 找不到了你们 好了 扫不到也没事 扫不到我们有个大火 看看 这个 大飞月 客人 客人 乱 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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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浪费时间了 烫一下 烙天拔了 是火炸的 这会儿干就没有调理是不是 如果提前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的话 就不至于浪费这么多的时间 好了 趁这几回可以抽点烟 时间就有效的利用 是吧 无论怎么用 要不这段时间等也是等 是吧 抽单一样还消遣 好了烙下热了 热了以后 这个还是得给它剪掉一会儿 先剪掉这线头 放到收纳下里面 攒多了以后 一勺就是铜 你看这一点点的很少是吧 当我们攒个十年二十年 那么也会攒出来很多的钱 好 吃一个哈哈 再吃一个 好 好了 这个喇叭的线我也没有焊上了 焊上以后我们看看啊 前面的按钮 这个电唱机 我们把它装过来 现在打在电唱机上了 是吧 这个是它的那个 外接天线 我们先不管它 我们先插上电源 把烙体拔掉 我们看管子已经亮了是吧 我们看管子已经亮了是吧 音量电位器 在这儿 那么现在我们能听到声音了 能听到声音以后 然后我们载它的实音口 给它一个干扰信号 我们看它的功率放大 和弦置放大部分正不正常 声音很红亮嘛 是吧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这台机器现在它的电源 它的功率放大 与它的前置放大 没毛病 是吧 而且很安静 它的电源滤波效果也很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等什么 就等6U1 6U1来了以后 我们插上 看它能不能正常工作 如果不能正常工作 我们再查 那它的故障就很明显了 如果不能工作的话 那它就在哪 是吧 就是在前置放大之前 有问题 前置放大之后 没问题 一直到电源都没有问题 是吧 故障就压缩到什么 压缩到中频 或者变频 好嘞 各位网友 18分钟了 再见